又有臭宝的金边瑞香养的不旺塞了 寄给咱了 咱继续挑战花 我们寄什么花就帮他救活什么花 沾的还挺牢固啊 你看不愧是顺风是吧 其实花友这个没什么大问题 主要是他现在拿捏不住了 你像这种情况是需要换个盆的 他这个盆太小你知道吧 这位花友你这个来的时候就颠闪了 你看花友 他这个用的就没什么毛病 养的也挺不错 你看之所以能遇到一些问题啊 你看这个尖尖 他应该是之前浇的水多 还有一个我就怀疑这位花友是洗根换土之后了 我感觉像是 不过你洗根换土已经活了 还有一个我要批评你一点 如果是洗根换土的话 你看这个肥料你是不应该加的 明白吗 所以说我就怀疑这上面的黑尖 都是这个肥料而导致的 不要乱加肥料 如果你是洗根换土的话 这个就有点呆 这个操作就很呆 这个花友应该是洗根换土了 给咱了咱就不用再过度的动它 不要用太大的花盆啊 一定要用排水透气的 加土就ok了 这个土就先不用了 这个土没毛病 我就跟花友们说 你们不想买土的花友啊 你们如果说有这种土 你看到了吗 就这种很松散 很透气 这种就算是干旱了以后呢 它还能透气很松散的这种土 你养什么花土 活什么花 明白吗 如果没有的花友啊 你就该买的就买 老花也是卖土的 就不是说为了卖个土 连良心都没有了 老花一这个土卖好多年了 这是你像很多花友楼房上面养花 用这个土都效果很好的 如果有这种条件的 你可以没必要花这个钱 如果说有花有病了 还是用这个土来的快 救的活 埋的时候不要太深 有的话说你埋的就很深 它那个根很松散了 我这样往上一提一蹲 看到没有 这样的话根系会比较 很充分的接触到 之后呢咱们就是 再塞一点点土 好了稍微压实一下 不用压很实 有的话我问我压多实 黑木的跟打汤一样 不要加任何的肥料 明白吗花友 这上面这个叶子 你像不好的 要有耐心的话 你可以这种掐掉它 剪掉它 这种很不好的嘛 看的难看吗不是 有的话问我 老花一这个叶子怎么了 这么难看 有什么病了 这那那那 你剪了就行了 之后呢就浇一边透水 将来呢咱们往水里面加些杀菌药 这拿到的是这个大黄二号 有大黄有小黄 小黄呢是30克的 这个大瓶的是250克的 这个就便宜很多了 因为之前老是用这个厄梅灵嘛 这一小瓶二十多 好多的话说太贵了太贵了 其实你真的来说啊 这一瓶能打两亩地啊 它真的不贵 但是呢有的花是咸贵嘛 那这个更便宜 而且是双药效的 加到水里面一些 这个用起来就没那么心疼了 可能是 加一点生根液 因为它这个已经是洗根换土了嘛 已经裸根了嘛 现在是月初 等到差不多下个月啊 九月二十左右的时候这个 它这个根系就长得差不多满了 搅拌一下 这边水一定要给它浇透啊花肉 先缓慢的浇 很多的花肉反应啊 这个土干了以后不容易浇透 你看一浇水的时候 它容易浮起来 你像这种浇水容易浮起来 你可以用一些小石子给它压住一下 怎么压呢 我教你们一下 就是用类似于火山岩啊 或者是小石子啊 一定要排水透气的 你看一个是美观 你这样在在浇水的时候就没事了 还有一个呢 它还可以隔绝一些个小黑飞 虫软这些 你看 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排水透气性 你这样养化才活得好 你要如果说按照老花一这种方式 你就多浇点水 它也不会烂根啊 对吧 你看 浇了水很快就漏下去了 之后呢 就是不要强光暴晒啊 花肉 不是说不让你晒 是别暴晒 不让你用肥料 是因为你现在裸根换土了 它不适应 你过段时间该用肥的用肥 大概一半个月之后吧 一个月半个月之后再用 也想给大家道道点事 你像老花一做这行呢 做的时间稍微久了一点 他也不能说全不全微的吧 反正做的时间久了呢 他就有固定的一个流量了 你像我说很多话 我说这个呢 花基本都是浇似的 他就有人说 花基本都是汗似的 反正有的老跟你对着干 还有的人呢 就是骂我 你这个新来的 你猛的刷到咱们视频 你各种骂 不要紧 你给几天时间 你了解一下 对不对 你不能上来 端了一下一个屎盆子 往人身上一扣 我跟你讲了 我从15年到现在 我光做短视频 我就做了五六年了 知道吧 我不敢说我是元老 什么什么的 我做的那些贡献 我做的那些成绩 不是你一句话就能抹掉的 自己好好看看吧 我长点心 好了 我是老花一 我去找一 白了出不 嗨 嘿嘿 嘿嘿